《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 上集说过了 对冲基金由于有表现费分成 所以他们有更高的动力 去追求投资回报 代表了传统的基金已经过时 也不是的 第一,在香港由于有监管的要求 大部分的对冲基金 都不可以直接向公众销售 只有专业的投资者 才可以成为他们的客户 小投资者是否很惨 钱赚钱好像变成有钱人的专利 也不是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零售基金 好像我们这样 已经将很多对冲基金的元素 比如说是表现费 仓位的对冲 都放入零售基金里面 而且对冲基金通常有投资所定期 相反,零售基金可以每日自由买卖 大家的钱可以更加灵活地周转 更加重要一点 对冲基金通常的日常门蓝 高达美金10万元 对大部份人来说 亦不是一个小数目 相反,零售基金的入场门蓝 低至几千元 而我们的零售基金 更加可以低至100元进行买卖 投资者不需要再烦恼 去找一个入市位 可以按自己需要 去进行这个测试投资 即少成多 大家再问 究竟去买什么基金好呢 不如大家去找一个集量加资大乘 更加适合自己的基金 我们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